哦,这有个加油站啊 可能确实晚上出来的时间比较不多 哦,其实还有一个地方 我觉得可能都是24小时的吧 就是加油站 加油站为什么一定要24小时呢 我觉得这是个问题是吧 现在多少钱了 哎,降了一块三是吧 真的多少钱 有些时候 可能我们 就习惯于自己的那个生活模式啊 或者那个坐骑模式 有些时候可能根本 根本没有办法去理解别人的那个生活是吧 不知道 可能我们觉得 所有人都像我们那样去生活 去思考 去解决问题 其实不是那样的 这边有一个 是做物流的吧 叫 哦 华为 华为 这有些物流的车 哦,物流 物流应该不是24小时的 哎,好多啊 最近 物流确实比较那个 这是 这边 哇,什么都看不到了 不知道什么原因啊 哎,怎么好像 哦,这就是所谓的 雷鸣前的黑暗嘛 刚才好像比现在亮啊 但现在你看 换一下 切一下 哦,对 刚才可能是那个镜头的关系 但是感觉现在确实好像 好像那个 比刚才 反而要 要黑一些啊 这个有道理吗 有没有道理 可以 这个解释一下 好像 好像确实比刚才 要黑一些 那马上就天亮了嘛 现在应该 快六点 六点多了 但反而感觉 黑的好多啊 所以做什么事情 可能在成功之前 都要再坚持一下 因为越是快到成功的时候 可能越难 但是街上的人是 感觉是越来越多了